下雨天 煮湯 一會去買菜 這次的雜菜湯 我選了 紅蘿蔔 薯仔 洋蔥 番茄 和芝士 還放了雞胸肉 其實不同的蔬菜 只要你喜歡 都可以選擇放在這裡 所以是個人喜好的雞肉雜菜湯 很多時候紅蘿蔔 我都會連皮 因為紅蘿蔔上面的皮 有豐富的營養和維他命 所以只要洗乾淨 就可以切粒粒 除了一系列的不同的蔬菜之外 我都會選擇了這幾樣的草莓 放進湯裡 鮮味更加豐富 不會那麼寡 今次我選擇了 這個 Rosemary 選擇了Thime 和Oregano 先把我的湯煲 先用大火熱 然後放油 然後就可以把雞胸和辣椒爆香 然後就可以放三款的草莓和 這個Bae leaves Bae leaves 又是另一個 令到蔬菜湯 很提鮮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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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的蔬菜一次過放進湯煲 然後我會加雞湯 如果想吃全素 雞胸和雞湯就可以不下 雞湯就用菜的汁來代替它 蓋上蓋子 然後把它滾起 你看到一滾起了 那些蔬菜好像少了 其實因為它們軟了 也有很多菜汁的精華都會在 所以我拖頭 只是加少許雞湯 然後去到這個步驟 先加適量的水 再蓋蓋 再慢慢煲 煲了大概一至兩個小時 你可以試味 然後就可以拿適量的鹽 和黑胡椒 調味道 之後我們就可以拔出來喝了 其實喝一碗都已經很飽了 不過再說一個秘密給你聽 煲完之後 關火蓋蓋 焗它一晚 第二天喝 是更好吃的 喜歡這個食譜的話 記得記得要Like和分享我們這個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見 我們吃飯了 拜拜